- 江博士,剛才中博跟我們講了海底下一個非常誇張的這個世界 - 焦人亡國 - 焦人亡國 - 那麼他們到底怎麼溝通呢 - 在海底可以發生的嗎 - 還是他們也沒手可以比啊 - 到底怎麼辦 - 心靈感應 - 給各位看這個圖的報導 - 是蘇聯結體之前他們的海軍捕獲了一個叫做人魚寶寶 - 人魚寶寶 - 他因為住在海底 - 他有手耶 - 就跟人一樣住在海底 - 所以就身上就演化成鳞片才能夠生存嘛 - 結果蘇聯的那些研究人員就跟他溝通 - 原來他會心靈感應 - 還有蘇聯有一些是超心理學研究所的人 - 就用心靈感應跟他溝通 - 那這是俄羅斯當時的前蘇聯的官方所公布的 - 所以我認為說人魚跟人魚之間當然有他們的語言 - 但是他跟不同的族群 - 比如說跟人類跟其他的生物要溝通的時候 - 應該就是用心靈感應 - 那比如說像魚它不能夠活在離開水生活嘛 - 那人魚可不可以離開水 - 當然可以啊 - 因為今天我們都患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- 我們把所有生物的生存的方式都用人類主觀的意見來套進去 - 比如說需要氧 需要水分 需要空氣才能夠活 - 有時候並不是這樣子 - 有時候有些生物是吸收蛋吐出養來 - 你說他奇怪 他說他奇怪 - 所以這個是不能夠用今天生物的原理來解釋所謂的以色現象 - 所以這原理應該是這樣 - 好 那剛剛加入我們的這些媒體人張有話 - 有話說這個 - 那如果說他們就一半是人 一半是魚 - 那他們有沒有那一半的腦袋可以跟我們人類溝通 - 他們彼此溝通跟我們溝通是怎麼樣 - 應該這樣子講 - 各位知道所謂的驕人它是產生在三個地方 - 這三個地方如果各位去回想一下 - 這一些童話故事裡面的傳說最多的地方是在哪裡 - 三個地方 - 第一個 維京人就是現在的北歐世國 - 就在那邊神出鬼沒 - 而且洞穴裡面縱橫 - 就是深不可測裡面那種東海交人 - 人魚的所居住的一個老巢 - 所以傳聞看到那個史書 - 我覺得說真的是很離奇 - 也沒有人見過 - 不過中國 - 我不知道敬平兄剛剛講的這個 - 所謂的這個很淫蕩 - 人家有沒有一夫一妻治 - 我們不知道啦 - 但是至少看起來是有一些兇殘的可能性 - 是不是 - 至少剛才我看這個 - Doctor 他的那個照片 - 那兩根牙齒就蠻兇殘了 - 對 - 所以我們要化暴力為和善 - 我還是要回到這張圖 - 剛剛這張圖是先給觀眾朋友開個眼界而已 - 但我現在要好好介紹 - 她就是剛剛千玲一直不願意用這個詞來寫的 - 不美 她不美 - 美人魚 - 那是因為她已經死了3000年 - 她當然不美啊 - 你有沒有想過她3000年前呢 - 身高173公分 - 雌性 - 也有女人的器官 - 好啦毛起來美人胚子 - 173公分耶 - 這個在台灣來講是可以選美的標準 - 她有3000年的歷史了 - 誰發現的 - 是一個俄羅斯的考古學家 - 她在這個地方發現的 - 她在俄羅斯的索契城 - 很多人可能對索契城有點陌生 - 索契城呢 - 是俄羅斯靠近黑海的一個城市 - 它有一個世界之最 - 它是世界最狹長的城市 - 將近有145公里這麼長 - 難怪美人魚那麼狹長 - 對 - 那邊只有30萬的人口 - 可是每年有300萬人能夠觀光客 - 去就要去這種地方觀光 - 南極啦 - 鎖汽城你都沒看過的 - 結果呢 - 這些考古學家就在那邊考古 - 本來只是要挖墳墓 - 裡面有很多的寶物這樣子 - 就挖著挖著 - 哎呦 - 嚇一跳 - 挖出這個東西來耶 - 那他們當然也覺得這是如獲至寶 - 而且這麼完整齁 - 對 - 所以他們就摳在手上 - 但是他們有把這個消息洩漏給西方 - 最後在1990年 - 連中共的文匯報就把這個事情給披露了 - 此外呢 - 像是在南斯拉夫 - 對不起 - 南斯拉夫 - 南斯拉夫 - 曾經發現過 - 剛剛這個是三千年前嗎 - 三千年前 - 南斯拉夫曾經發現過 - 一萬兩千年前歷史的美人魚化石 - 大概比它矮一點 - 一百六十公分 - 還沒有長那麼高啊 - 因為那時候一萬兩千年前 - 跟三千年前 - 營養可能不太一樣 - 他的雙手有爪 - 然後呢 - 它跟魚一樣 - 沒有眼皮 - 魚都沒有眼簾 - 沒有眼皮 - 所以呢 - 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- 從剛剛金平講的 - 這些嬌人也好 - 嬌人亡國也好 - 美人魚也好 - 美人魚也好 - 不是剛剛也講的 - 這都不是造假的 - 換句話說 - 一定有一個 - 是我們人類認為 - 它是魚 - 其實搞不好 - 那些魚認為我們 - 才是魚呢 - 不過呢 - 這個 Doctor -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些 - 都是那種幾百年 - 幾千年 - 都是一些化石 - 都是一些百歲人魚來的 - 對啊 - 剛才 - 中博講說 - 我為什麼要去強調說 - 那個絕對不會是假的 - 我們先來看這一個 - 這個是1991年8月 - 幾位美國的捕鯊魚的高手 - 在加勒比亞捕到了11條鯊魚 - 中博有一條18公尺 - 然後肚子剖開 - 還有一些骨架 - 動物的骨架 - 還沒有消化掉 - 結果一把他看 - 上半身是人 - 下半身是魚 - 就把他還原 - 就一比照 - 原來早就有了 - 類似這樣的 - 人魚木乃魚 - 那我們來看 - 它的肚脊椅像是魚 - 肚脊椅像是人 - 科特家曾經 - 在華語是不是 - 在地殼擠壓的時候 - 上半身人 - 下半身是魚 - 在地殼擠壓的時候 - 連在一起 - 就有可能連在一起 - 兩種生物連在一起 - 可是你把他看 - 它的脊椎骨 - 不是 脊椎骨 - 是同一條脊椎骨 - 上半身跟下半身的DNA - 拿來做比對的話 - 是同一種生物 - 而且是人跟魚中生 - 這個證明絕對不是假的 - 都是非常古代的 - 那近代的也有 - 近代的形狀都非常的類似 - 但是就是 - 我所謂的 - 我剛才一直講的時候 - 動物學家一直 - 不承認 - 分裂上沒有了 - 我們稱之為UMA - 不可適應的生物 - 所以現在 - 我們所看到的圖 - 都是時宜比較古代的 - 但是友華兄 - 我們怎麼看 - 都是一些化石啊 - 都是一些骨骸啊 - 都沒有活生生的嗎 - 我們馬上回來 - 馬上回來 - 馬上回來 - 馬上回來